哈喽大家好,我是段小雨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部关于单身女性独居的电影《门锁》 小米是一家银行的职员 独自一人居住在小区公寓里 是一个防备心特别强的女人 每天出门前都要在门口放一双男性皮鞋 制造出有男人在家的假象 防止有人偷偷入室 看到密码锁上面有很多指纹 小米要把它擦拭干净 更新一下密码才会安心去上班 经过一天的锁事后小米疲惫的回到公寓 保安告诉她有东西签收 原来是妈妈进来的红身 由于她改了密码妈妈进不去 小米疑惑的看着自家的密码门锁被打开了 打电话问是不是妈妈忘记关上了 妈妈却含糊的说自己也忘记了 晚上睡觉的时候突然听到自己的房门有动静 于是关灯下床去检查 门锁疯狂的扭动着 吓得小米不要不要的 终于鼓起勇气往猫眼看了看 却啥也没看到 打开门检查也是什么也没有 但是门口有一根烟头 不安的小米叫来了警察 警察表示只是一个烟头没法溺爱 兴许是别人敲出门了 说完转身就走了 回到床上的小米还是睡不着 但是门口也没了动静 可能是自己想多了 于是安心的睡着了 待小米睡着后 前夫在小米屋里的某个男子出现了 第二天早上小米感到头昏脑胀的 想起昨晚的事情都有点后怕 准备搬家 但是自己的工资承担不起高价的房租 同事劝他赶紧找个男朋友 这样晚上就不会害怕了 正好银行科长好像对他有点意识 但是小米觉得自己佩服上他 这天来了一名男子 男子正好在小米的窗口办理业务 看到他手里拿着理财产品的书籍 小米趁机给他推销理财产品 为了套近乎 小米问起了他的家庭情况 得知对方跟自己一个小区 而对方好事没有能力办理理财 而男子却误以为小米是在关心自己 还要请他吃饭 小米只能推脱 男子觉得小米太势力眼了 说话声音大了起来 科长赶紧过来解围 男子离开的时候放了狠话 放学给我等着 小米听了这话感觉后话和委屈 供住了一天的小米回到家里准备入睡 经过了上阵的经历 他时时的盯着门口好一会才安心入睡 这时从床下爬出来一名男子 掏出准备好的麻醉器 难怪小米早上起床后晕晕沉沉的 之后男子在小米家里视意妄为 拿他的牙刷刷牙 还不忘摆回原形 抹掉自己喜欢着掉的头发 然后抱着小米睡觉 之前每天晚上都是这样 小米根本一点都没察觉 后来工作终于转阵 长了工资 这下不用为换房的事情发愁了 某晚下班后小米正在等车 突然之前银行闹事的男子出现在他面前 想要跟他结伴回家 小米当然不肯 两人拉扯起来 幸好科长及时赶到拉开了他们 顺势送小米回家 回到家的小米发现家里停电了 突然传来了门银声 原来是小米的包吊在车上 科长专程过来充包的 顺便帮他恢复了店里 这时科长想要进入下洗手间 小米连忙进去收拾一下 以免毁了自己的形象 这时发现每天出门盖好的马桶盖 居然曾打开状态 女主出来后开启疑心模式 他怀疑科长就是前些天跟踪自己的坏人 质问他怎么知道自己的房间号 科长此时吞吞吐吐 小米赶紧跑了出去 只留下一脸懵逼的科长 随后小米叫来了警察 在门打开的一瞬间 发现科长已经狗带了 这下小米成了嫌疑人 原来科长是在楼下 问了保安才知道的门牌号 警察怀疑是小米杀了科 然后报警扬装自己是受害人 还在屋里查到很多男兴用品 怀疑他根本不是一个人居住 听到这里的小米已经害怕到内奔了 但是没有足够的证据起诉小米 只好把他放了回去 第二天由于科长死亡的事情 小米也被银行开除了 心有疑虑的小米 回到那个刚刚驶过人的家不敢进去 只好叫来保安检查 一番才安心下来 小米还是决定搬家 收拾屋者时候在床下发现了一张房卡 肯定是凶手留下的 为了给自己洗脱罪名 他决定自己调查 拿着房卡一层一层的开门 最终打开了701的房间 进去后看到满屋子的灰尘 好像很久没有人居住过一样 看到桌子上的照片 得知是一名叫小张的女孩居住的 还发现他以前在自己公住的银行 办理过信用卡 这就好办了 他找到以前的同事 查到了银行卡的使用记录 发现他每天都会在同一时间 在一家便利店买东西 而且每次都要买3200块钱的东西 根据信用卡留下来的电话 打过去没人接 发短信没人回 于是两人决定去便利店蹲点 果然到了那个点 就来了一名驴屎购物 两人跟了上去 然而再一遍旧城区跟丢了 两人决定分头寻找 小米瞎逛来到一间旧房之前 透过缝隙看到里面有很多素食品 怀疑是刚才的人买的 小米决定进去 然而发现居然是密码锁 他随便试了几个都是错误 突然发现这把锁跟自己家的很像 试者输入了自己家的密码 门居然打开了 进去后发现一名被捆绑的驴屎正是小江 小米看到这样的情景下的无法直拔 当即决定报警 好巧不巧 这时听到了有人回来的声音 是个难道 小米当今立断这回房间躲在床底下 进门后的男子不断跟闯闯的小江说着话 说今天就要跟你结束关系了 我已经有了新的念物 然后继续给他注射麻醉剂 小米看到男子离开赶忙爬了出来 想逃出门的时候差点跟他一面撞伤 迅速躲到门后 却看到了更恐怖的事情 原来小江的双脚已经被锯掉了 趁凶手不注意小米躲到了客厅的桌子下 正好目睹男子在解职小江 趁男子回到房间拿东西的时候 小米偷偷溜掉 此时同事打来了电话 赤耳了铃声引起了男子的注意 小米扔下手机 风也似的开始逃跑 随之在旧城去迷路了 熟悉地形的男子很快发现了他 这时勇敢的同事赶到 推着推车向男子撞去 站起来的男子三下午初二 就把同事放倒了 信号巡逻的警察经过 同事拼命的呼救 男子看到警察后慌忙逃中 两人解活了一条命 警察表示男子的家里 什么都没发现 问小米有没有线索 小米只知道 他戴着一款老旧的电子手表 长相没有看清 不一会下手说 找到了小江的尸体 尸体手上还拿着小米的铃片 很明显凶手下一个目标 就是小米 警察马上找到了 之前经常骚扰小米的变态男 他只是说有弄实他的想法 还没有实施 这时警察发现他戴着手表 怀疑他就是凶手 但是不能因为一块手表就定案 最后还是放走了他 这下变态男真的要展开报复了 可是小米已经搬了家 变态男找到保安 威逼利用下保安说说小米的新家地址 盼晚小米收到一个快递 正是凶手给他寄来的他掉落的手机 还把之前跟他一起睡觉的床照发给他看 然后凶手发来的视频聊天 打开一看居然是凶手已经潜伏到了同事家 看来是要给他一场现场直播 看到同事回到家 小米怎么呼喊都没反应 见情况不对 小米火速赶往同事的家 终于来到同事门前 可是无论怎么呼喊里面就是不开门 看着手机中的视频 凶手正要锯断同事的脚 互不担心 变态男此时跟了上来 见面就是一顿拳打脚踢 幸好警察及时赶到制服了变态男 小米拿着灭火器闸开了门 此时同事已经倒在雪坡中 而这边凶手已经打开了小米新家的门 并配了备用钥匙 原来那并不是视频聊天 是凶手早就录好了发给小米看的 好一招掉虎一山 同事没有生命危险 只是没了双脚 警察表示他们一直跟踪变态男 才能及时的救了他 同时送给他一个监控 可以手机实时观看 回到家中的小米 把监控安装在了能拍到全景的地方 这下就可以安安心心出门购物了 在超市里碰到了楼下的保安小哥 小米不愿意搭理 临走时突然听到保安小哥 结账的声音是3200元 转身一看正好戴着那块老旧手表 小米冒了身冷汗 赶紧回家把门反锁 这时接到警察电话 说变态男又被放出来了 但是转眼就被人杀害了 凶手另有其人 时时的小米摊住在床上 突然发现家里多了一瓶食品 联盟拿出手机查看监控 忽然发现保安来到了家里 还躲在了床底下 突然床下伸出一双手 小米侦痛后 却被自己反手的房门堵住了 自然被抓住了 醒来后的小米发现 已经被带到了另外的地方 全身无力 保安小哥表示自己暗恋他好久了 为了他杀了主管 杀了骚扰他的变态男 威胁小米不要逃跑 否则拒腿 当保安靠近的时候 小米用尽全身力气 把针头插了过去 随即逃出房间 只留下独自伤心的小哥哥 但是小米很快发现 这是一家废旧酒店 门窗都被锁死了 只好躲了起来 保安知道他跑不出去 正一间一间的搜查他 时时警察也已经查到 保安就是凶手 很快也来到了这里 但是毕竟不是我们中国警察 三两下就被保安KO了 小米只能治救了 阴差阳错杀死了保安 成功获救 小米被判正当反胃 无罪释放 终于可以过回平静的生活了 这个世界没有我们看到的那么美好 暗流涌动 危机是福 难有什么现实安稳 只不过有人替我们赴罪前行罢了 所以亲爱的女士们 独居在外一定要有警惕心 请一定要注意安全 特别是漂亮的女性 好了今天就到这里 请原谅我的大舌头